这里是大型互动 职场招聘节目 非女莫属 欢迎节目 主面试官 扑蕾 谢谢大家 请坐 欢迎来到天津卫视 非女莫属 我是图磊 欢迎所有来到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非女莫属由港容真蛋糕 独家冠名播出 港容真蛋糕 非女莫属 港容真蛋糕 好吃不上火 非女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播出 非女莫属由一瓶百搭 国本精华油特约赞助 应聘成功的选手 将获得由国本精华油和 坚果全家福礼合一份 本节目由海伦凯乐 林志玲专属 太阳镜大力支持 报名非女莫属 请将简历投资 邮箱非女莫属的 全拼2010 at 126.com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现在拿起手机扫描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天津卫视 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IPTV网络电视 或者是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观看本期节目 热烈的掌声送给12位老板 有请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首先我的学历是 本科211大学 做过学生会副主席 得过奖学新 也做过很多兼职 优点是第一 执行力比较强 上级吩咐我的命令 我会第一时间去完成 第二 遇到问题的时候 我会想出很多办法 来把它解决 就是慢慢地 随着经验增多地 把这些能力也会大大提高 大家好 我叫李慕子 今年22岁 即将毕业于 陕西师范大学 软件工程专业 自学了新闻与传播专业的 本科课程 我在大学期间 做过很多学生工作 做过学生会副主席 得过奖学金 还在社会上 做过很多兼职 今天很荣幸 能够来到菲尼莫属 希望在这里 能够求得一份市场类 助理类 或互联网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何老师你好 能跳舞 能吵架 也上当受过骗 对 咱们从最光荣的经历说起吧 被骗 这个是我上大一的时候 当时是因为我出去接活动 然后当时那个人是我的带队 他欠了我两千块年的活动款 一直没有给我结 然后有一天我就催他 我就说你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呀 你是做模特 还是组织模特的那个人 那时候是做模特 你是做模特 我说你什么时候给我发工资 他说就这几天吧 我这两天微信一直给人在转钱 我这超额了提不出去 我说那好吧 然后他说 我要给别的舞蹈团开工资 你看你能不能先给我转个一千四 然后给他们开 开完了之后 我这两天再给你开 因为我们认识嘛 以前见过面做过活动 所以我说那好吧 我给他转过去之后 就把我拉黑了 由此你得出的教训是什么 不要轻易相信别人 那你信任我吗 我信任你 那你凭什么信任我 你怎么知道私下里一幕之外 我是个什么样的人 当然了你要如果我借钱 我肯定不会借 行了 行了 第二个 能跳舞 对 看你这身材是跳什么舞的 学了四年的民族舞 民族舞 后来自己学了肚皮舞 拉丁舞 还有爵士舞等等 这么多呀 就学得比较杂 那么每一样都来两个动作 行不行 我们先来来点音乐 让它跳一下 再来个热烈点的 爵士 再热烈点 现场都一起热烈起来 我们请我们12个老板当中 在舞蹈方面最姿势的 神仙姐姐点评一下 跳得比你好吗 首先特别好的是这种自信 对 因为肢体open的人 心就会很open 所以我觉得舞蹈 带给她足够的自信 第二个就是反应非常快 她很会表达自己 情商也很高 然后收放自如 然后又露露大方 第三个特质 能吵架 你说一下吵架是怎么回事 因为我们平时出去做活动的时候 经常几个女生会一起去外地 当时是我们过安检的时候 我的充电宝 被那个安检员给扣下了 就把充电宝放到那个盒子上了 但是我没看到盒子底下 有它的苹果笔记本 有一个中国老大爷 操的一口英文 操的一口英文 还是脏话 还是脏话 上来就骂我 就 Hey you stand here Come here over here 怎么怎么 就开始骂我了 对 我还不知道什么情况 所以你的英语怎么样 英语还好六级 来冯依 跟她对话一下 嗨 Miss Fung Good evening Nice to meet you Hello You're looking at your resume I think it's excellent and your performance is excellent too I think the special case in Xi'an International Auto Show and you acted as an actor And tell me about that What did you do First I feel thank you Every year I will go there and I will be their model I have been acting many kind of blend like Auto Daz Daz Auto Something like that and they will pay me about 400 to 500 a day Yeah Thank you 怎么样 不错不错 不错啊 我真觉得她蛮有才的 关键是她敢说 对 她你看表演又那么好 而且她即便是有错 她能够漏漏大方的 把它纠正回来 特别喜欢你 你好 因为你绝对属于我的 心动女生系列的 谢谢 那其实我 可能会问另外一个维度的事情 就是通常像各方面都很优秀的 那你今天 你来了这样的一个舞台 你认为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因为我在大学期间 没有到企业里正式的上班过 所以就根据我大学期间做模特的这些经验 我就目前想找一份市场类 这是首选 然后其次呢 是因为我学的就是计算机 软件工程 我希望找互联网相关的 还有助理类 多关注一下虎月营销 你想做市场类的工作 我们是最专业的做市场的工作 对 我了解过 您公司特别优秀 虎月营销 优秀一点 既然大家都这么喜欢 你问两个问题 我们第一轮先选 那最低薪酬要求多少 七千 七千 不低 然后有地域的限制吗 最好是北京和西安 其他也考虑 好 来 第一轮选择虎月营 天生我有才 谢谢 来 BBT 这是我在大学期间 获得的一些荣誉 这是我的工作经历 大二大三主要是在车展 还有承接一些礼仪模特的活动 大三的时候还在一家公司做过自媒体的编辑 你认为最精彩的 或者你给你职场中有加分的像 你挑一个讲一段 对 木子 因为你想应聘的是市场类的嘛 对吧 所以你尽量的多讲一些 自媒体 市场方面的 和活动策划 优势 对 然后如何做 那就看下一张吧 下一张因为有图片 前两张就是我做带队 也就是活动执行策划的时候的照片 请问一下年会你们是怎么接活的 一般都是我大一大二大三做模特的时候 积累的一些人脉 一般一场你能赚多少 如果节目多的话能赚两三千吧 下一页 这个是我可以做的一些事情 你能说一下编程 你能编什么样的程吗 不要这么概括 具体一点 我可以编Java Eclipse平台 还有VS平台上 私家家的一些程序我可以编 它是学所有软件工程的 对 学的软件工程 不错 下一个是自媒体运营和编辑 这个做的主要是微信公众号的这一块 如果需要的话 以后我还会深入地学习 对 这个比较感兴趣 因为我们也有新媒体运营这一块 讲一讲你运营的微信公众号 运营的什么样的服务公众号 大致的话阅读数能够多少 粉丝量是多少 因为我妈妈是开幼儿园的 他们幼儿园也需要做一些宣传 然后他们幼儿园的公众号 还有微文大部分都是我做的 说给他们听一下 他们查一下 叫傅欣是小水滴幼儿园 我想问一下 就是里面的图文 全部都是你自己编辑独立完成的吗 对 都是我一个人 做到比较粗糙 我觉得还不错 就它其实相对来讲是比较业余的 它是业余时间做的 还不是专职 专业 但是做到这个水平 我觉得还可以了 谢谢 谢谢 总共十篇文章我挨个看了 从头图到文字 最多阅读量没有到一百的 没有推广的话 它不会有多少阅读量的 我的评判标准 如果是拿自媒体的眼光 不是拿你外貌的眼光来看 严重不够格 在我们公司 四十分都达不到 就是说很简单一个 就你如果你配头图 你两篇文章 你的头图都是一致的 总共出了十篇文章 头图一致 第二 没有爆眼球的标题 标题党不够格 第三 所有的内容 啰嗦话太多 因为现在快媒体时代 你的大量的累积的文字 就是这是我无法阅读下去的 我那个微文做的确实是不够好 而且我也是业余的 没有专业的学过这方面的知识 所以说这方面我有欠缺 我自己也承认 然后它的批评我也接受 如果你要说自媒体 我认为自媒体你要走的路 可能会更长一些 我倒更建议你 偏向于活动执行 活动策划 我不建议你去做文字类工作 所以我否定了你这方面的短板 并不意味着否定你其他的长处 我是这个观点 我并不觉得这是他的短板 我觉得加油你这个 就是判断下的有点早了 幼儿园的公众微信号是你妈妈的是吧 对我妈妈自己开的幼儿园 你妈妈让你做的 还是你主动要做的 我妈让我帮她做的 你妈给钱给你了吗 没有 那做的这样不错了 木子 假如在未来一年到两年的时间 如果你找到一个特别心仪的男朋友 而且这个人是一个非常成功的男士 如果她要求你离开工作岗位 然后你必须做一个选择的时候 你会怎么办 如果我真的遇到了一个特别优秀的人 然后她一直坚持着让我辞掉工作 就是专心当全职太太 我觉得她不是真的爱我 如果她爱我 她就会选择遵从我的意愿 因为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 可以工作 可以作为一个事业女强人 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一个方式 可以给你一份事业 你是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业 为什么给别人打工呢 如果我在现在这份事业上 做得很成功的时候 我就不会选择放弃这份事业 你这样 你也别劝她了 你就扮演这个男人说吧 你说 我不要你工作 说吧 来来来 这么好的机会 来来来 你说吧 充满身形的双眼 木子 佳勇哥 哇 好甜啊 哎 我作为父亲我看不下去了 走走走 跟我走吧 出国 为什么要出国呀 给你一番你要的事业 而且和我在一起 可是 开始的时候 你追我的时候 你已经跟我说了 你会让我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你不会逼我的 你喜欢做的事情 不就是跟我在一起吗 是除了跟你在一起之外 我还要有一份自己的事业 好 我给你这份事业 我们一起打造一份事业 可是我觉得 我在我现在的这个岗位 做得很成功 我也很喜欢这份工作 我也很喜欢我的老板 我的同事 我不想放弃这份事业 你喜欢老板还是喜欢我 喜欢你 但是我也热爱我的工作 用杀手锏 你不跟我走 我跟你分手 已经分手 没有多少选择了 那如果我不跟你出国 你就跟我分手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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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是 是不是 是 我不在乎 是的 行了 可以了 这不会有答案 对 所以 我觉得她的回答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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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其实这个对话 是很有意义的 现在90后 00后的女孩子 她们更追求人格独立 我因为爱 但是我也需要 因为我自己的精神世界 我要平等的爱你 我喜欢你 我就跟你在一起 并不是你给予我 我依赖你 我需要你 我才跟你在一起 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精神 我特别认同你的观点 现在新一代女性 独立 自主 我都很欣赏她 但是生活中 真的有这个场景 出现的时候 你是很难做抉择的 因为真正有人 给你一份事业 又有心爱的男人 他很难做抉择的 那是因为 你拿爱来要挟她 她说得非常对 你不是真爱她 我在和她 做精彩对话的时候 我在试图扮演 我自己的角色 就是试图 要从工作中逃离出来 但是她始终 坚守着 一种责任也好 一种信条也好 坚定地把这事做完 所以我觉得 她还是真的 从这种数字上 是很赞的 关于这个 要工作 还是要男朋友的 这个问题 其实以前 我也想过 所以她当时 问我的时候 我脑子里 其实已经有答案了 我也知道 应该怎么样去回答她们 市场类的工作 在销售 你接不接受 如果有合适的 也接受 薪金7000以下 能接受吗 可以 也能接受 那没什么好说的 第二轮选择缺口 如果一盏灯都没灭 我们的爆灯奖 就要发出 每个人要准备 1000块钱的红包 大家考虑清楚 这是我们设置这个规则以来 从来没有发出 获得这个奖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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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 谢谢 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奖项 是在去年的9月份 一直以来 都没有一个人 能够获得这个红包 不是这个面 就是那个面 今天居然全票通过 你认为原因是什么 第一是 我觉得我的要求不高 就什么岗位都能接受 第二是 跟各位老板聊得也不错 其实我认为真正的原因 是因为大家 特别喜欢你那种 至争至合的亲和力 都准备好了 红包是吧 准备好了 你可以有以下两种选择 第一种选择 现在就亲手 把所有的现金全收了 第二种选择 你也可以自签说 我不收 我不是金钱可以打洞的 我只要一份工作 那么这些所有的钱 会给下一位爆灯的选手 全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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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这种直率 我去收他们的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谢谢您 谢谢 来来来来 只收钱不要听他们说话 啊 谢谢您 谢谢 谢谢 快点收钱 收钱 这就一万二啊 一万二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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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回来回来 赶快把钱交给爸爸 接下来还有更激烈的 既然是都爆了灯 每个人在提供职位的时候 可以直接拿出薪酬来抢人 你的意向是市场内 从市场内实际上是让一个人 在一个 咨询公司是能够很快的 形成一个完整的 一个知识体系和结构的 这对你未来的发展 是最有好处的 试用期 那睡前就给一万吧 钱的 好吧 一万是吧 对 谢谢 我给你的是市场专员的岗位 然后我可以给到你一万五 税前的工资 美丽 那还有一个 我给你补充一下 我们是可以通过九个月 就可以到合伙人的 你好 对于一个美女的职场 初职场人来讲 我想告诉你一个最重要的一点 千万不要接受金钱的诱惑 你要知道 你的前途会非常的值钱 所以呢 一定要真正选一个 靠谱的老板 那这边呢 给你的就是我们 博德世纪管理培训生 同时呢也可以成为 我们品牌部的市场专员 基础 薪酬可以给定在八千到八千八 提供给你的岗位 是我们的市场专员 给你的薪酬是 一万 差点说成一亿 谢谢 谢谢 咖啡机为你留的岗位 是市场部的管培生 因为我看你原来是做的自媒体编辑 那么跟今年我们的品牌战略 是比较吻合的 比方说我们今天会做一个 做我们自己的大的公众微信号平台 我相信原来的经验 加上你的成长性 在这个团队会得到发挥 然后你的天使性会更强 然后展开你理想的翅膀 跟我们一起飞 今天拿的是一万二 这就是你的底性 咖啡机欢迎你 谢谢 我们给你提供的岗位呢 是我们集团品牌市场部的 这个活动专员的岗位 给你的薪资呢 试用期是一万 我给你一个市场价格 今天我不公胎价格 我认为你绝对值八千 八千是你进职场 非常舒服的一个价格 我给你我们这边的活动执行的总监助理 你去别的公司可能会成为一个光线亮丽的高级打工仔 但是你来我们公司 你的未来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老板 提供的岗位是社群运营的主管 一年以后可能是拿到月薪三万 但是现在只能给到你八千 谢谢 我这里呢给到的岗位 其实不管是市场部 还是策划 还是就是你可能希望的其他的适合你的岗位 那我们给的这个薪资是一万二 佣曼给你的是我们这个市场部的新媒体运营的职位 这个职位的话我会给你八千的工资 职位呢是我们市场部的一个专员 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讲 坦率地说像你这样的大学生在我们那边大概五千五起薪 谢谢 好 来三位专家 来中间那一位 我觉得木子今天可能胜出的关键总结几个字 应该是高颜值高情商有才华心态好 刚才也引来了各位boss都竞相开价 但是从人力资源的角度 我不赞成boss们通过抬高 就是一味的抬高薪资的价格来来招聘人才 因为从长远上看 这是不利于选手的一个长久可持续发展的 有的时候反倒是对选手的一种不负责任 你作为一个年轻的职场人来说 我给你一个建议就是你在选择工作的时候 主要就考虑以下几个因素 一个就是平台 当然薪资绝对不是你首要考虑的因素 平台很关键 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良好的适合你的平台 你要确定在这个平台上 你能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第二个就是你一定要选择你的职业方向 做你擅长的真正感兴趣的事情 好吧 谢谢 我身边的人走了来来了走 第一你一定不是长得最漂亮的 是的 你一定不是身材最好的 你一定不是气质最好的 你一定不是情商最高的 而且你也不一定是准备更充足的 对 但是你赢就赢在 你把这些所有的这些面 很舒服地结合在了一起 这是你最大的优势 按照自己内心的想法去选 就能够选出一个自己不会厚的 加油哥不好意思 加油 谢谢 谢谢 特别感谢你 特别感谢你 谢谢 有请韩湖尹峰谈前赴上感情 站在这我特开心 好人 不错的人才都得往私底抢 我现在要说 从颜值上来比 你就长得一副要输给我的样子 没有 但是我 你们俩顾及顾及别人的感受 而且这是爆灯以来 就以前没有这个规则 之前也有过煞染灯全流的情况下 但她灭的是最果断 这也是加分的 对 所以 她没有迟疑地走来走去 这就是这个女孩子 真的最可贵的素质所在 大家都在跟她讲职位 讲金钱 讲现在的物语条件 我觉得她根本就很淡定 大家看到没有 其实她真的是一个 在世界上未来很有追求的人 以后我们沟通的机会很多 每天都会在一起沟通 她没有选工资最高的吧 这是8000那是12000嘛 她没有选最高的15000的嘛 对 我们是金钱不可置换的 来来来 写写 揭晓 来 你有问题可以问到两位老师 我想问一下两位老板 就是我今后的职业发展方向是什么 我觉得以你的颜值 和你现在的基础数字 和未来的发展 我把你放到市场部 在这个部门 我想你先进入学习了解 然后你可以从专员到经理 未来到部门负责人 谢谢 职业方向是我们的 新媒体的营营专员 同时也会参与我们的项目运作 因为我觉得 你还是有无限可能的 我会多给你一些机会 尤其是在整个的试用期 其他我就不多说了 因为我们以后交流的时间 非常多的 要做出你的选择了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15秒钟时间 究竟是谁能够获得 这一轮规则第一次实现之后的 这个人才呢 虎月营销 还是咖啡之意 又或者是拿着红包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我选择虎月营销 今天心情特别激动 因为没想到今天厂城老板 这么赏识我 然后还赢了一万二 特别特别的开心 这几天在北京 消费都有了 怎么今天你就赢了呢 你自己分析一下 自己的原因是什么 真诚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力量 我心碎一地啊 他多像我们的人啊 天使性 你是长盛将军的 你怎么会输呢 让我痛快地再笑一次吧 其实 尹峰今天输在什么呢 他输在服装上了 因为虎哥今天穿了个绿色的 但也然就是一个青蛙王子 所以你输给了王子 你的意思是 我在颜值上输给他了是吗 没有没有没有 因为我足够的难看 这样有亲和力 不会有压力 就是因为你们公司颜值太低 所以他有责任和义务和使命 去提升你们公司的颜值 我有一个非常腹黑的想法 我发现最近做节目 总发现女人有一种思维 女人有一种思维 说男人的实力和相貌是呈反比的 所以他选了一个实力最强 没有 而且女人还有一种想法 就是男人的可靠程度和容颜 也是呈反比的 所以他选择了一个最可靠的 没有 而他自己也是呈反比的 因为长相漂亮的女生 通常在能力方面 相对于简单 所以他找了一个能够教她的 又可靠 长相又平庸的师傅 对 说得太对了 对对 作为赢家我啥都不辩论了 你必须像一个专业的营销公司 一样带人 好了好了好了 人已经走了 还会有更优秀的来 咱们拭目以待 大学期间做过很多事 创过医院 开过宾馆 也自己注册过网络公司 我是一个有想法 能实践 并且善于思索和总结的人 我喜欢挑战 个人比较有凝聚力 就是能拉着一帮人去干 能带出一只火烂之石吧 我希望奋斗出 属于自己的一份事业 不管是自己是创业也好 还是说做一个职场人也好 就是都希望能够达到一定的高度 魏超男24岁 黑龙江人天津工业大学 真知服装设计专业 大家好 我叫魏超 今年24岁 即将于今年6月份毕业于天津工业大学 在大学期间呢 我开过一家非常有升级的主题宾馆 还有过两次创业经历 做过销售主管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平台呢 想寻求一份助理类 管培生 以及销售管理类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好 初老师哥 很喜欢你 刚才那名选手拿了一万二的红包走 你觉得你的结局下场会怎样 我会向他那个方向努力吧 你觉得你有可能也一万二拿走吗 我觉得也有这种可能 魏超看他的简历 还算是蛮能折腾的一个人 你刚才说你自己在大学初期 就开了一家主题宾馆 多大的规模 32个房间 32个房间算大的咯 也不是很大吧 主题 什么主题 就是很多种主题 比如说海洋啊 森林啊 就是草地啊 或者沼泽之类这种 就是里面挂一幅画吗 不是不是 因为整个里边装修的风格 都是我经过我细心研究出来的 比如说我们做的那种森林主题 因为我语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在于 我在这个森林主题里边 我弄了 就是放进去了一些鸟类 放了鸟 对 就让人有切心自然的感觉 那还睡得着吗 放了鸟 我觉得这种自然的声音 反而是有利于人去睡觉的 因为在这个开这个宾馆之前呢 我也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 因为现在年轻人嘛 他可能更多想寻求一些刺激啊 体验那种就与众不同的感觉 所以说我就是针对这些调查 就比如说我调查文卷上 会有这样的问题 如果有一间什么什么主题的类型的宾馆 你是否会愿意住 或者说跟 以同样的价位 你更倾向于什么样的 啊 结果租哪个主题的人最多呀 就是有那种 就是里边是个帐篷那种 就是那种 就野外树营那种感觉的 还有那种森林主题的标准 因为里边野外树营的 我里边有那个锅锅什么的 有锅锅 对 森林主题的 然后里边是鸟类 这思路很清晰啊 但是有过一次特别搞笑的就是 之前我们那个鸟 在那房子里是散养着的 散养 之前是散养的 在那个房间里面放了两只 然后有一次那个 其中一个顾客去了 结果那个鸟啊 弄到他身上了 然后我就觉得这个问题 就得规避一下 后来我就弄了笼子 弄了一双鸟屎呗 对对对 结果经营状况怎么样 我们大概每个月收益大概三万 三万多 净利润三万多 对对对对 投资多少钱你这个总共 我们投资四十多万 四十多万 就一年收回投资 对 然后开了一年后来又 这上面写 其实他前期是自己有十多万元 后来在朋友圈当中 众筹了二十多万 对对对 你怎么想出这招的 就是因为我的朋友圈关系 就是维护很大 你怎么说的呢 在上面怎么说的呢 哥要开宾馆了 主题的有鸟的 哥钱不够 不是我觉得这不是一个借钱的态度 那你是怎么说的吗 就是我爱哥打电话 比如说有一个就是大概三十多岁 挺年长的人 然后我就是我俩关系 我觉得就是出的还可以啊 然后我跟他说 借钱 我说李哥想开一家宾馆 然后我觉得还可以 我说各方面市场调查 我已经做好了 然后我说你看 我也有这方面的经历 我说我就是做的调查很详细 包括可行性什么报告 我都给他写 他说我觉得你小孩行 他说你挺肯干的 然后他说哥相信你 说你要是能赚回来呢 你就还给我 你要赚回来等你以后再说 就这么个话 他对你怎么这么信任呢 他借了你多少钱 就我很感动 他借我十万 他借你十万 那你认为你为什么 会有这么高的信用度呢 就是因为 一个学生啊借十万 因为我在大学期间 我一直就是 不是很消停那种人 但是我一直很 就是我很有信用 那你毕业以后 你应该创业啊 反正你有脑子又有钱 你现在有存款吧 我有存款 但也不是很多 有多少钱 就有几万块 也不对啊 你都还了二十几万 你怎么才几万块 不是 但是你就是回了本了 赚了之后我开了一年 其实资金刚刚回来之后 然后就 这家宾馆就已经就是 关掉了 像你这么聪明的人 找女朋友什么标准 我觉得第一是孝顺嘛 孝顺 对 第二呢 第二是就是 要有正能量 他见父母了吗 见了 又快成婚了 好日子将近了 想对他说点什么 最关键是跟丈母娘说点什么 为将来铺好铺垫 你知道吗 然后今天表现优秀一点 没准这事就成了 好的 我希望 叫出他的名字 赵欢凌 你真叫啊 我实在吗 实在实在 赵欢凌 我真的希望我们两个能 一起一直的走下去 无论风雨有多大吧 我希望我是站在你前面的那个人 妈妈妈妈妈妈 她妈妈 她妈妈 她妈妈说着 妈妈你听到了吗 妈妈 我特别喜欢那种就是 有想法有脑子 挺能够经营自己的事业 又专情的男人 今天来应聘这个 要求薪资多少 7000家 7000家 有地域的限制吗 你女朋友现在在哪 就北京天津都可以 她在天津 对她也在天津 那北京天津反半个小时 就倒过来了 对对对对 其他地方完全不考虑 东北也行 黑中江也行 老家在东北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河林 先生我有才 谢谢大家 小辉 这孩子不喜欢 不是 我觉得其实坦率地讲 我觉得他应该创业去 他应该创业 对 因为其实在现在的这个社会环境 和社会风潮下 其实可能机会特别好 不错 好 谢谢你 好 PPT好好解读一下 我今天的PPT是做了一个 关于就是加盟连锁类的一个策划 根据我做销售主管的经验来看 一个产品投放市场之前 已经要做细致的区域市场的调研和市场分析 卫超你这个是自己写的而抄的 是我自己写的 你就拿你的实际案例讲吧 就否则的话 这个看起来没有感觉 对 因为我当时在给那个支付宝口碑做市场推广的时候 我们是负责天津区的 我们天津区一共有七家公司是做这一块的 然后我是其中一家公司的那个就是业务主管 就是我去做这一项工作的时候 我的那个就是切入口是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我做市场调查是必要的一个前提条件 就是商户也会有很多区别 有的就是特别高大上的那种 也有特别平民的话那种 所以说你跟他谈的就不一样 有的商户可能你就需要谈口碑啊 谈这个平台啊 但是你跟平民的可能就需要谈 给他带来的直接利益和价值 你帮这个支付宝的市场调研花了多长时间 花了是两周 是几个人完成的这个市场调研 市场调研是我们整个就是我带了一个团队 当时我们是12个人 你亲自去谈了吗 我去谈过 最难的客户是什么样你讲一个 我谈过最难的一个客户就是 他是做那个超市的 他特别想要那个出那个小票 就那个超市的小票 但是我们支付宝做那会儿呢 支付宝并没有小票 但是微信他有小票 所以说他微信就给我们造成了很大的那个就是冲击 竞争 对 然后我们跟他谈的时候 我大概去谈了三次 每次都要再坚持到两个小时以上 因为我跟他谈用户嘛 我觉得支付宝用户量特别大 因为那时候已经八个亿了 然后我跟他说 我说这样的话 我说咱们会给就是 在线上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顾客 还有就是我们整个公司 就比如说支付宝这一块 就是口碑特别好 然后会给您吸引来一些什么样的顾客群体 就是在原有的基础上 会给您增加带来什么样的利润 那你推广之后的话 你给他带来了多少流量 对吧 带来了多少更多的销售额 有没有具体的数据可以量化的 有 因为我们就是做超市的话 他18家加起来 每天流水会增加30万到40万之间 这个是我们 哇 这我没想到 我一开始你会根本回答不了这个问题 这是我们详细了解过的 因为我们后期还做了一段时间运营 然后就去跟他们聊 就关于这个方式 他其实他的回答问题的语言很熟练 对 非常熟练 很真实 对 有那么点资深的感觉 对 很细节 而且他是真正去做过和落过地的 你是我见过90后以后思考问题的逻辑深度最深的 他是最值得去爆灯的 真的 比前面的值得五倍到十倍 包括工资的飙升 韩虎 韩虎 又一个人才来了 赶紧的 刚刚那个老师说你特别适合创业 那我也想问一下 你觉得你自己适合创业吗 你为什么想要找一份工作呢 而且你找这份工作呢 你看薪水你要求七千加 你上一份工作的薪水是一万二 你为什么觉得说你想找一份 比上一份可能还 这个薪水还低的这样一份工作 两个问题 我觉得创业的话 可能我现在有一些社会经验 或者是阅历啊 人脉啊各方面还不够完善 当然这并不影响我去 想要去创业这个想法 但是我觉得短时间内我不会去选择 短时间是多久 大概五年 十年 你上份工作一万二 这份工作才七千 我一万二 其实那会我底薪并不是很高 我底薪只是四千 就是对自己有信心 对 然后这一份工资是七千 我也喜欢低开高总 为啥我问你啊 其实老板们眼睛很毒 他们已经发现了将来你想创业 那我想问呢 你看你选择 既可以做管理 也可以做销售 那么管理和销售呢 差别蛮大 哪一个板块更有助于帮助你 将来实现创业的梦想 我觉得如果我以后 未来会选择创业的话 应该是管理类的可能更有助于我自己 因为销售类的 跟人打交道 我自我感觉就是 我跟人交际的能力还是还算可以 你对这个行业有什么偏好吗 未来这个工作的行业 没有什么特别的偏好 好 来第二轮选择虚货磊 还有实战灯 接下来我们听下他们推荐的职位 从金星开始 BD的这种拓展 以及未来的一个管理的工作 管排生也可以是总经理助理 这样的话呢 能够让你更加全面的去学习 一个企业如何从小到大的运营 我这边提供给你的岗位是商务专员 或者销售专员 咖啡之一欢迎你 给你的岗位是两个 一个是市场部从BD开始做 第二个是加盟授权部 我相信未来你可以成为一个 优秀的加盟授权经理 我给你提供的是基于探路者 全国一千五百个地面的连锁店 的这个旅行家户外的 这种创新结合的运营 我认为你完全可以在我们体系里 成为一个销售主管 你带领这些微商团队 和商业代理团队 一起来赚取财富 那么如果加入到我们这边来的话 可以做到CEO的助理 一起来做这个女性经济 社群经济这样一个非常大的平台 你是我来菲尼摩署的 这么长时间里边 第二个真的是为之激动的人 因为我觉得你是未来 如果是发展的好了 走的路对了 由于有人培养你的话 能够成就一番大事的一个人 朋友印象这边提供两个职位给你 一个是无论是朋友印象 还是我们这里的医学教育 还是上市公司的昂利教育 那你是直接可以做销售总监 另外呢我该给你提供一个职位 就是做我的助理 因为我可以贴身地教你很多东西 好 谢谢 那优漫给你的职位是销售主管 会负责我们线下O2O2推的业务 好 谢谢 考虑一下灭掉巴掌 刘先生 邀请李浩阳 申浩 谈钱和删感情 请揭晓 来 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两位老板我想问一下 这个薪资是底薪 还是说就一共就是这些 我给你提供的这个薪金是试用期 试用期之后 你有可能成为我们的合伙人 你有可能会分到我们的这个 将来的收益的一部分 我们这个也是试用期 那之前我说过我们的奖金可能比工资高 我举一个例子 也就是说我们奖金是销售额的6%到15% 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边有叫百万高拓 百万高拓百分之15% 就是15万的奖金 15秒 朋友印象 探路者 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碰印象 去吧 今天很高兴 我们找到了一个非常赏识我的人 立总在我这儿拨下来一个种子 也会还给他一个餐厅大树吧 有一天能做到像立总一样的那个位置 我希望我俩能并肩崎岖 在研究生期间主要的兼职呢 主要是考验辅导机构的串奖 把专师兼职一些司法考试培训机构的一些教育的工作 在实习期间我是转向律师事务所去实习的打算 找工作很容易 但是找到一个能够为未来的职业发展 具有一个比较强的平台的这样一步工作 就比较难的 秦征男29岁北京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 法律硕士专业 主持人好 你好 十二位老板好 以及仁义专家好 然后各位观众 大家好 板上好 陈老师你好 我叫秦征 今天即将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简称社会院法律硕士专业 是非法学那个方向的 一年通过司法考试 从一二年开始呢 就逐步的游走于各个培训机构 好 谢谢大家 我今天的这个求职的主要的目标行业职位是法律相关的以及培训相关的这个职位 谢谢 有多少斤呢 一直不舍得去撑 我怕是那个秤到头了 然后对别人说我二百次 别人告诉我秤直到二百次了 为什么什么时候就长成这么胖了呢 从09年开始了 从09年开始呢参加是考研 然后有一段经历就是考研考了五次了 考完研之后考司法考试 考完司法考试之后就在培训机构里面 而培训机构的主要工作呢 和学习啊教育啊又是比较相关的 结果和考研的生活规语又极其相似 所以就逐渐逐渐的胖了 不容易考了五次 对 你怎么就这么执着呢 首先其实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就不考赢也不行吗 在我的人际周围边上 其实这个硕士和本科的这个工资 薪金带预是很差很多的 本科呢 他可能他的薪酬啊 一天平均下来也就八十到一百块钱左右 但是如果是一个硕士的话 我见过最高的一天可能是八千甚至一万 羡慕吧 那你学法律的话硕士出来 按说的话如果你想挣高工资的话 你应该去做律师啊 那个的话按小时的话就像你说的 你可以拿到很高的工资 对啊 那你为什么要去做讲师去做培训了呢 这个我没太明白 你考了五年的研 拿得好不容易拿到了法律的硕士去做讲师 这个讲师首先是研究生在职期间的 在读期间的兼职 现在来刚毕业嘛 准备找律师 就你会不会觉得自己不坚定 如果你为了想要做律师方向的话 你一直在做助教 一直在做新东方的讲师 其实跟你的职业生涯都是违背的 其实你都可以去做跟法律相关的事 哪怕是律师助理 其实你能学到很多 对吧 跟你职业生涯最相关的这些经验 而你去做这个助教 司法考试学校助教和新东方的讲师 对你的职业生涯一无帮助 首先两点 第一点 哲学有句话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首先要决定吃饱肚子的问题 这也是我的一个人生一个规划 那你说那么多做律师助理的人都不要活了 应该不少人吧 革命的终点相同 但是革命的道路可能有所不同 所以你觉得你的道路是对的 每个人选择是不同 但不能说是每个人都是对还是错 所以你也觉得你是错的了 不能说每个人是对是错 只不过是不能选择 人生道路本来就是每个人不同选择 并没有对与错之神 不能以自个儿标准去评价别人 如果要选择一方面是上庭打官司 一方面是做一个法律的传播者 你更喜欢哪个 法律的传播者 很显然 他的性格很喜欢讲课 你看他的话 美美就是某某某有一句话 某某哲学有一句话 人生格言有一句话 他的性格就是那种很幽默 然后呢 对生活并不是说无语无求 但不是那么有强烈欲望 又有点这个书生气的这样 他不善于跟你一样是针锋相对 在庭上的振振有词 他不适合那样的一种快捷斗的方式 我可以这样理解 所以你们蒙的 是吧 好吧 你要求薪金多少 法务的相同工作的话 是4000块钱 4000块钱 这怎么填饱肚子 打了一些层话 你填饱肚子 跟我们填饱肚子的量可不一样 通常老板面试选手的时候 我们特别在意的就是选手的自知能力 那么在评估自己薪水的时候 我们忌讳两种 一 质认过高 给自己标的价格高呼市场 同时没有佐证 这是我们忌讳的 第二种呢 又过低 身份你放的过低 我就摸不清你为什么要这样 如果你读到硕士 而且你曾经收入都达到15000 对吧 你给自己开底薪 4000 我很难理解这其中的逻辑 那你认为你是本科 你认为现在求职应该多钱 本科 本科的话可能是3000 你现在是这么了解职场市场吗 呃 因为这个是法律行业 一般他给的货费比较低 在这个没有拿到这些证之间 好 在一个是法律行业 一个是你认为你现在的能力能拿多少钱 在北京的话 其实法务没有其他的太多的收入 就有所了解 大概是5000左右 来 第一轮选择去货累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财 来 解读一下 首先第一张PPT是对我之前过往一个经历一个小小的总结 我的天哪 你也有这么瘦的时候 不 这个并不瘦 那比你现在好多了 这是去年的 那么下边那张会更瘦 兄弟瘦过 这个就是我曾经瘦过 而我是一个从小都比较胖的 瘦的期间只有大学 夏阿姨 那这个部分就是在这么多这个培训的经历之后 做的一些对于培训的一些总结 如何做好一个培训 那么作为培训来说 我把它分为四个要素 当然前提是考试类的 如果是职场类培训 可能不太一样 那考试培训的话 四个要素 知识点 然后对于知识点的解读 那这里显然是基本解读之外的解读 基本解读就是这知识点的 用学术的一个基本含义 之外的解读 就是可以通过各种的方式去解读 那这个是我们讲课功能中所产生的亮点 其次是第三个就是题目 因为考试培训永远是目标是题目 没有目标就没有过程也没有意义了 那么题目 题目进行讲解之后就是做题的技巧的一个方法 这四个构成了讲课的四个核心要素 构成了一个类似于金字塔形的这么一个结构 当然这四个要素的顺序并不是必然按照这个顺序来的 我不把第一个知识点 我也不得不打道歉 我觉得同志老师说的太对了 你适合做讲师 你看你讲起来那个侃侃而谈 对吧 这个神态这个四义 就你根本想做法律 你都没有讲跟你跟法律相关的东西 然后你讲到这个事情上 停不住嘴你知道吧 为什么打断他 我觉得他讲的挺好 挺好 我没有说没问题 做讲师很好 但是跟法律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试图 我也觉得很棒 就是他做讲师很棒 那你试图从选手 他做培训师都有潜质 够了 我觉得很棒 第一阶段的表现 从你的形象和表达 其实你特别像一个法官 所以我一直有个问题 就你之前有没有考过公务员 没有考过 为什么 因为法律基本上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去体制内的公检法 第二个去律师楼 第三在企业内做法务 你认为这一二三哪个更适合 适合你 走市场的 法律 律师或者法务 律师或者法务 就两个都可以是吧 最喜欢哪一种 是喜欢到存到这种律师楼 还是到企业的甲方 其实最喜欢的还是律师 因为他的客户群体 要更宽广 那你有没有投过在这样的企业的简历呢 投过 这些日子在来非你莫属之前 一直在参加各律 联系各律所进行面试 那大概 有结果offer吗 一般来说 律师看到我这份简历 包括之前的薪资 有几个律师主员都劝我 你别当律师 接下来当讲师吧 对 我们也是这个真的 他就不应该 你适合做讲师 他不是适不适合 因为他年纪轻 但我说实话 其实刚才立东点评 虽然他点评是对的 但我人们不应该打断 其实你是真有讲师特质的 你在讲台那种范儿 包括讲故事的逻辑性 慢条思理 你也是讲师特质 所以今天你就不要面试法务了吧 你面试讲师还更好一些 对 其实秦诚 我觉得你做培训师 比做法务更适合你 为什么 因为你在前面回答 他拖累很多问题的时候 你是莫灵两可的 因为做律师要求要犀利一点 要观点要非常鲜明 你不能又这样又那样 但是你刚才在讲课那段 我觉得还是讲的比较有感觉 所以这个方向你应该重点考虑一下 对 而且还有老师说的法官那个方向 我真的觉得 对吧 很像大法 但是今天场上的 没有给你的只有讲师 所以你好好考虑一下 是直奔梦想 直奔爱好 还是趋于自己的特长 好不好 想一想 来 第二轮选子 还有两盏灯 他们肯定是给你培训师的感觉 灯灭的夸夸夸的 那个心颤颤的 接下来我们直接去谈钱不上感情 来 两位直接谈钱不上感情 我还是给你两个选择吧 一个是尊重你的内心 你可以做我们服务集团的公司法务专员 更多的是在商务合同上 起草合同和参与谈判 这是一方面 然后另外一面呢 就是其实我认为你非常适合做我们的培训师 因为我们就是在给大学生交述很多职场的课程 其实是你过去长年轻盈的一种方式 所以呢 这是底心 如果你做培训师的话 加的部分是比较可观的 这也是你知道的 然后法律专员是另外 我们第一个呢是 因为我们集团旗下有不少子公司 所以呢 涉及到很多对外的一些法律相关的工作 所以第一呢你可以做我们的法务 那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培训师 但我认为你缺少的什么呢 就是对整个培训系统化的培养 还有专业性的培养 以及专业性的培养 包括呢你的综合能力的提升 而且我们的培训对象都针对成人 这个对你的能力提升会非常有帮助 所以呢 培训师 我认为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向 当然你选法务 也可以给你这个机会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我想问一下两位 就培训的话 培训的是哪方面的内容 刚才刘家荣老师已经说过 是创业板块的 波特世纪请问是什么 培训的内容 培训内容是这样 因为我们呢是有很多标准化的课件 这方面呢就是我们有管理类的 有服务类的 还有一些专业类的 所以这方面呢我们会有专业的导师来 首先来训练你 要教会你 再把这个内容很好的去输出 所以这个对你是很有帮助的 好 15秒钟时间 不能集团 博德世纪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博德世纪是吧 很高兴今天获得这个博德世纪的培训区的奖位 又是一个人生的起点 我将讲述新的内容 好 谢谢大家 你学法律的 在应建那年就工作 不法考试 我妈现在已经将近70岁了 所以说还是希望早点找工作 不让父母在经济上面太操劳 其实我的梦想很简单 就是说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在家慢慢的就是说陪着父母 特别远大的理想现在还没有 因为毕竟还年轻 更多是脚踏实地先把自己眼前的事做好 陈婉莉24岁 隔北人石家庄学院本科学历 法学专用 主持人好 三位人力资源专家好 然后12位老板好 现场的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大家好 我是冯婉莉 其实这一登场可能让大家挺失望 婉莉可能大家一听这个名字 婉莉而美丽应该是一个挺漂亮的姑娘 结果一上来肯定看长相 跟婉莉而美丽没有关系 结果性别还是错的 然后我是15年的法学本科毕业生 然后曾在2015年1月份 正式入职河北十极方舟律师事务所 有一年的律师助理经验 然后今天想求得一份公司法务类工作 或者是其他12位老板认为适合我的工作 谢谢 不是 进入我的简历 我妈妈可喜欢您了 你妈妈喜欢我 对 待我向你妈妈问好 好的 为什么叫冯婉莉呢 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妈妈生我的时候是45岁 然后说这个婉莉意思就是婉莉之子 所以叫冯婉莉 这么晚才要的你 对 你有姐姐 我有一个姐 我姐比我大15岁 那你们家肯定特宠你吧 45岁才有的你 对 大学期间都做过什么呀 大学期间我做过 就是说我认为三件事 对我来说是特别有意义的 第一件事是我当时看过中国合伙人余敏红 因为他说他大学读了800本书 我是大二的时候看的这个电影 我从大二大三 因为大三下学期要准备司法考试 我大二大三两年 我读了500多本 这是我认为第一件 看了很多书 对我认为第一件很骄傲的 第二件事是 我从大一下学期开始 我在给别人代写一些文章 我挣的钱足够我自己的很多生活 你是你一人吃饱不管别人死活吗 我的第三件事是我通过就是说 在一次很偶然的经历 我获得一次特别珍贵的实习经验 也就是我这个实际方舟律师事务所 的律师助理工作 然后当时是因为这个律师 在我们学校去做巡讲 然后就直接去找到那个律师 我说律师您需要助理吗 然后当时律师给我的态度 就是一种特别 就是说特别软的否定 就是说你这样吧 你回头我给你留个邮箱 你给我发个简历吧 我心里一想 这不是没戏了吗 然后后来我说这样律师 我最大的特点是我能写东西 我最多的时候每天能写几万字 然后当时律师 那个律师听了这个之后说这样吧 他说我正好有一本新书要写 他说你可以过来给我 帮我编转这个新书 然后就这样我就进入这个律 这个律所跟着这个律师 在河北省基本上算是 顶尖的刑片律师 你上过庭吗 我没有 我是主要是负责就是说幕后的 然后包括一些案件的整理 法条的查阅 其实这么听下来 你主要的能力体现在文案上 对 是这意思吗 法案写作会有一些 但是刚才那个 也是一个学法律的朋友 我问问他的梦想是什么 你的梦想是什么 你学法律的梦想是想做律师 又或者是做法律的相关工作 做法务 又或者是做一个老师 你的梦想是什么 我的梦想其实很简单 就是先做一份法律工作 先从法律工作做起 而为什么说我 最终梦想是什么 最终梦想可能是也会去做一名律师 就除了律师或者是公司法务之外 会考虑别的岗位吗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公司法务 除了法务别的干嘛 其他 偏离于法律不关的 也可以考虑 也可以考虑吗 放弃法律吗 反正尽量是与法律有关的 现在律师都要填饱肚子吗 因为 你好歹读了这么些年法律 你怎么能放弃呢 因为办法慢慢年龄比较大 反正尽量的是减轻家庭负担 那如果你放弃法务 你倾向于哪个方向 倾向于执行方面的一些工作 讲具体点 哪个工作都在执行的 活动吧 更多活动 因为我曾经做过 就是说我曾经负责过 一个是北京市的那个 艾靠特 艾靠特法院胡青萍的讲座 当时是邀请了整个河北省 各个所的主任合伙人参加的 担任的是什么决策 我首先是负责邀请 第二个基本上 活动中的大部分工作 是由我负责的 来 我问一下 最低薪酬要求多少 4000到 如果是法务 4000吧 4000 那法务之外呢 能接受到的 6000 法务之外还高一些 因为我学法务 律师本来就是一个 靠经验吃饭的一个职业 我没有经验 那我可以降低我的薪酬 那之外的你更没有经验 我觉得我的能力 可以到这个前 好吧 来 我们来到第二环节看一看 来 第一轮选择 薛活力 还有十盏灯 天生我有财 因为其实我是 这一年都是主要是做形式的 企业家形式犯罪情网动机 我认为 来来来看看有没有在做的 我认为其实企业家是一个风险性 特别高的职业 这里面涉及的各类犯罪 大概是有300多种 但是中国刑法一共规定了400多种 就是说罪名是400多种罪名 所以说其实企业家的这个 刑事风险特别严重 然后这是第一页 然后下一页 不是 你为什么要把这一页放这儿 因为 你吓唬他们 没有没有 然后第二个其实他的原因 所以佳勇就赶紧灭灯走人了 所以说这个 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原因 其实我就归类成这三类 第一个是法律意识比较淡薄 可能有的时候 不是特别重视这个法律 然后第二个是 不正常的社会交往活动 这个可能就是说 有一些坏朋友 这个也是可以理解的 然后第三个是 企业经营者管理问题 因为现在好多企业是处于一种 就是说 他会在劳动 就是说在签订一些劳动合同也好 或者是在就是说 经营过程中过度集权也好 他的能力越大 责任也就越大 然后下一页 这个是近几年的司法考试通过率 然后我是最下面那一个 10% 然后是48万人考试 然后是有 我是14年通过的 也就是有48000人通过 我是一次性通过 然后所以说大概也就是有5% 也就是两 全国大概有2万多人 所以说这个说明 我的学习能力是没有问题的 有巴力 我问你一个专业的问题 你说 我们的社区里面呢 经常有网友讨论 这个明星整形的问题 然后就有一些明星告我们 欺负他的肖像权 如果你是我们公司的法务 你会从什么样的角度 去为我们辩护 我是提供这个平台的 如果追究 就算是最大程度上的追究责任 我可能就是一个删除的不利 因为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 如果说明星发现了我的 就是我的社区有侵犯你的权利 你应该及时的告诉我 然后告诉我之后 我及时的把它删除 我所负的责任就已经澄清了 我其他的责任可能说是 如果要真实承担责任的情况 可能是 就是说明星方已经给我发出了 这个算是通告 或者是这个啥 但是我没有及时删除 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严重影响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 我才需要去承担责任 那如果现在法院问我说 你是选择调解赔几万块钱 还是你打官司 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从我个人来讲 我比较倾向于调解 因为这个 就是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还是中国人的一项 就是说比较倾向的一个角度 但你这个并没有保护企业呀 因为企业的法务 它其实最重要的这个职能 就是保护企业 因为从另外一个方面 角度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打官司打的是一个很长的时间成本和经历成本 而且在这些成本之中 我还要承担打官司对我造成的一些不利的影响 我倾向于这种最大利益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就如果是调解的话 你怎么把损失降到最低 比如说举个例子 明星说你侵犯我肖像权了 我要二十万赔偿 完了以后 那那个金总的话可能说 我就想花五千块钱 那你怎么做 这个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谈判力 大家都会有一个底 我可能会 我相信金总 咱们估计预计来说 出的最高的钱是多少 然后我 我会以这个为底线 然后我再去跟他慢慢谈 金星那个问题 你根本什么都没有谈出来 谈判谁都知道要谈判 对吧 底线底线是没有用的 你能不能谈下来 看你到底是有什么样的证据 这个时候 你觉得最主要是要找什么样的证据来使我方 可能有什么样的证据 来使我方的谈判筹码更好 可能我会倾向于首先 我是否及时 我删除信息的及时性 我对于你这个 还有就是我对于你这个 就是说 然后就是说消除后果的这个影响性 我会从这两方面进行着手 我觉得在公司里面去做这种公司法务的话 对公司的业务首先要 建立在理解的基础之上 才能去做一个很好的判断 就拿刚才金星讲的这个例子来讲 如果我不知道对不对啊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处理 就是首先我要问金星这个事情 是想调解还是想把它闹大 因为可能对他来讲 闹大可能对他会更得力 因为哪怕最后在官司上输了 但他有可能他得到的这种品牌上的传播 会比这个要更有力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从业务上考虑 就是立场问题 是不是你要先去考虑好我公司立场上 我希望怎么样做 然后再去做判断 而不是说直接就跟那个普通人一样 这应该是两个部门之间合作的问题 你要做公司法这一块的 你就得了解公司的运作的基本的程序和一些要点 但是今天很遗憾他没有把这一块表现的太好 我没有看到他在这一块做过很好的准备 前面有个内容呢 那个是刚好我感兴趣也跟我有点关系啊 就是呢你谈到了如何指导企业家 让他们能够学会守法 因为现在呢我们在辅导很多企业啊 帮助他们进入到资本市场的时候呢 发现很多老板真的是不懂法 对啊完全是这个是很恐怖的一件事 所以呢如果假如说啊我们派你到很多中小企业去 然后呢专门在企业的这个比如说公司法 合同法甚至劳动法等等啊 帮他们做一些普及和规避法律风险 你具备具备这个能力 哦这个应该是没有问题 因为我是给很多家高校已经做过讲座 而且包括我是给我们所内的律师们 其实也是做过一些讲座 所以说我在讲课方面其实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来第二轮选择虚火力 还有六盏灯 谢谢各位老板 提供职位金星 马力刚刚我问的那个问题你回答的不算特别好 但是我还是相信你的学习能力 可能你之前处理刑法的事件比较多 可能我觉得未来在公司法这一块需要加强 那信仰给你的岗位呢是公司法务 博德施济给你的岗位呢是公司的法务 这个法务呢我们是分两块 一个是对公司内的法务 另外一块呢是针对于我们辅导和投资企业 帮助他们来实现法律的规范 所以呢那这两块 到时候可以根据你的能力和你个人的擅长 来有选择的方面来培养你 好的 谢谢您 来尹峰 那么KPG给你留的岗位是两个 第一个是营运部的管培生 我相信你法务学习的这个逻辑基础 未来会成为一个很好的管理干部 那么第二个是行政部 行政部的法务专员这个职位 目前也是恰恰适合你的 KPG欢迎你 好的谢谢您 探路者集团给你提供的职位是 我们这个有一个叫探盘工厂的一个孵化器 那孵化器下面呢 有一个岗位是法务主管 因为我们在这个创业合作企业特别多 非常需要一个公司内部的法务助理 谢谢您 我妈妈特别喜欢咱们这个节目 然后来的时候在信誓旦旦都说 文丽 你只要来这个节目 六千块钱不是问题 你可拉倒吧 现在就是问题 好 因为你妈妈这句话我就改了 其实她妈妈后来又说了 后来仔细想一想八千块钱也应该不是问题 我妈妈说做人要知足 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 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工作地点是我倾向于在北京 然后不知道可不可以满足 然后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我想知道 如果说到了贵公司之后有什么人带我 我们这块啊 这个其实我给你一个非常有成长性的一个空间 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们有本身有长年的法律顾问 所以有专业的这个法律律师来代理 同时呢我会派你呢到我们辅导的很多企业去 去帮助各个不同的企业 在实现他们的法律规范 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 对你个人的成长 就你学到的不仅是法律本身 而且呢你还能关注企业的整体经营 所以我认为这个对你的未来的发展空间是巨大的 来谁带他 有两个岗位 第一个是法务专员 我们公司的董密是服务过上市公司的 他本身学法律出生的 所以虽然你在行政部可能很多法务的工作 他会直接领导你 这是第一个职位 第二个是管培 营运部的管培生 其实我在你身上看到很强的管理气质 甚至是销售气质 我觉得有法务基础来做这些工作 会比普通人要做的更好 咖啡之一欢迎你 15秒 博德世纪咖啡之一 谢谢在线 你的选择是 博德世纪 你那一生会遇到两种人 第一种人是成全你的人 第二种人是让你成长的人 其实无论是现场灭灯的老板也好 或者是给我留灯的老板也好 他首先告诉我一个社会竞争的条件 给我一个让我能够更多地去 博德世纪